就是关于垃圾增费 那目前垃圾增费的话 已经延迟了 但是市场在讨论说 目前香港的一些回收设施 并没有做好 那么关于这个回收设施的建设情况 能不能说一下 主于垃圾收费方面 我们将我们真真正经的生效期 改为8月1号 目的是争取多点时间 是令市民更加去明白 在生效的时候 他们所要做 是什么事情 大家明白了 垃圾收费 已经是香港的法律来的了 所以今天要讨论的问题 是如何将这个法律 落实好执行好 落实好执行好 当然是政府的责任 但是市民都希望 我希望市民都配合的 因为去落实执行法律里面 政府除了去确保 我们的做法和措施 是有效之外 也都要市民 去真正配合去执行的 但是我相信市民 第一是认同我们要有一个绿色卫生 可持续发展的环境 是明白为什么我们要做垃圾收费的 在这么大型的一个计划里面 涉及香港整体七百多万的市民 必然每个人的环境 每个人的问题都不一样 所以在我解说工作 在我们整个推动工作里面 我们是会每天都努力 也都以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的态度 去做推动 在回收方面 政府也都是不断推动 还有努力紧的 例如我们在不同的区 都已经设立了很多回收点 也都在屋邨 我们会有计划设立一些收集点 我们的目标 当然是希望 可以长远来讲 将我们产生的垃圾 还有加上回收再做 两个加上之后 目标在香港就是另的堆填区 我们去向这个目标迈进 当然是要长时间的努力